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世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南投中心新村 这个没落的眷村里 藏着一家小小的中式早餐店 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 但二十多年来 卖的美味却是纯手工的 烧饼油条搭配一碗温成的豆浆 是很多在地人天天报到的美味 每天清晨天还黑着 二代老板黄西谷 就会在店里跟年过八十的老母亲 两个人一起打拼 这里很特别的是豆浆 是可以不限是非 让人喝到饱的 而这是已经过世的黄爸爸 传下来的温暖坚持 一起来看这段 走过岁月的卷层故事 通过弯弯绕绕的小弄堂 在极度矮墙包围中 藏着这么几间简单的小裤子 没有花俏的装潢 在黄金般的阳光点缀下 空气里都飘着诱人的气味 记忆中怀念的早餐香 葱花与蛋液完美融合 在铁板上直直作响 趁着滚烫盖上手工蛋饼皮 让两面都染上点微焦的诱人色泽 蛋饼的特别就是那个饼皮 是自己手擀的 我这个饼皮擀的时候有油酥 那个卖场的只有面粉跟水 它没有油酥 好吃的秘诀就藏在饼皮里 高温催化下饼皮香气愈发浓郁 跟蛋香与葱香完美融合 虽然是最简单的食材 却能做出让人百吃不腻的滋味 外皮酥而不干 咬起来有QQ的口感 摊子上让人忘不掉的老味道 还有这香气扑鼻的豆浆 碗里摆进葱花跟菜脯 冲上热腾腾的香浓豆浆 用麻油跟油条提味 轻轻搅拌变成豆花状 入口滑嫩咸香 油条吸饱汤汁精华 口感更是让人着迷 我都来这边吃 因为它用料实在嘛 就这一点 平平一样的东西人家用得好嘛 货真价实 我跟你讲 整个东西真的 你要吃超明油条 就要来这里 这里过去是台湾省政府 所在地南投市的中兴新村 虽然时隔多年 早已不见往日的热闹 但巷弄间还是有很多 充满点滴回忆的角落 这早餐店在这一开二十多年 向来都遵循全手工的原则 豆浆的浓醇用看的就知道 勺子轻轻捞 就能捞起一大片天然豆皮 很多熟客还会指明 要带些豆皮回家 而且这里的豆浆 不止又浓又香 如果自备容器外带 直接装双倍的量带走 在现场内用 更是可以让客人尽情喝到饱 这都是黄溪谷的父亲 传承下来的做法 那时候我父亲他也好客 他也大方 那些老同志他们几乎都 公务人员薪水低嘛 他就想说少少的钱 可以让街坊邻居都能够温饱 他也不会去计较这个 即使今天做白宫了他也无所谓 他其实是我在做 虽然让人喝到饱 但做起来的功夫却一点都没有马虎 每天清晨天色微微亮 年近六十岁的黄溪谷 早已在店里头忙着备料 把进口黄豆磨好 在锅上慢慢熬 调整火候让豆香充分释放 他在厨房里头忙 八十多岁的黄妈妈 则是在外场掌勺 动作俐落精准 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招呼起客人来更是精气十足 你要不要大一个 那个呢 那个两个甜酥饼 两个甜酥饼 一个甜饼 甜酥饼就两个了 菜单上几十样品项 全都是手工制作 有时黄溪谷的姐妹 得空会来帮帮忙 但平常准间店 几乎就举靠皇家母子俩 同心协力盛起来 黄溪谷从踏进摊位里 就几乎没有一刻闲得下来 面团搅打成型 倒入的金黄酥油 不是一般市售的 也是黄溪谷一早清熟自制 面团搅拌香气浮现 还要加进第二次面团 才能打出最好的口感 之前第一次是烫面 那这次是什么 这次冷面 烫面的话第一次把面粉的 有一些精度给破坏掉 恰到好处的柔软跟弹性 才能做出好吃的面点 内馅用料也是一刀刀 马虎不了 这个是南部的粉葱 它这个仅次于三星葱 三星葱跟粉葱就是都 比较有葱的味道 会有那种呛辣的那种 像这个一公斤如果说 像现在价钱大概240的话 那一种没有味道的葱 大概就在100块钱以下 即使价格差了两倍以上 还是坚持要调好吃的 这就是黄溪谷独特的龟毛之处 也因此小酥饼包进 满满的葱跟肉馅 沾上白芝麻 香气已经飘荡在鼻尖 甜的是颗粒分明的红豆馅 沾上黑芝麻一起放进烤炉 染上焦脆的金黄色 外皮酥入口就是古早味的面香 切开一看 肉馅多得像是要买出来 光吃上一颗就很满足 因为这里过去是省政府的眷村 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街坊邻居 让人吃得饱是从黄爸爸传下的原则 黄杰当省主席的时候 他是黄杰的司机兼贴身士尾 陈大庆来接省主席 陈大庆没有带司机来 那我父亲又继续给他服务了三年 我父亲就想说中兴这个环境好 他们他就不愿意再去台北 父亲在中兴新村定下来 黄西谷的童年也就在这成长 日复一日的时光 在他身上刻下岁月的痕迹 回想过去年少时 他其实从没想过 会在家乡以待大半辈子 我父亲算是蛮严的 我国中毕业以后 我去年军校 我是陶家陶票 我之前来这边的前生 我是在台北做包子馒头早餐店 对 我做了八年多 父亲的严厉让黄西谷一度远离家乡 但看着双亲渐渐年迈 他还是决定回到南投 帮着父亲开启了这间小摊位 但开店的隔年 就遭遇当时让全台震撼的 921大地震 中心这个老宿舍 倒掉的房子还蛮多的 我921地震的时候 我电修了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也刚好921以后就慢慢的凋零 越来越多的不只住户外迁 然后连商家也不太愿意 在这里做生意 生意熬过整整大半年的 惨淡经营 靠着乡亲互相的帮助 让小摊子撑了过来 虽然每天磨黑就得起床工作 这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但这累 黄西谷却累得甘之如鱼 因为每天都能与父母相伴 但再好的时光 总有走向终点的那一刻 六年前黄爸爸年迈离世 从此摊位上再也见不到 那豪爽的身影 只剩母子两人相伴相行 当然可能比较不舍的是我母亲 她就比较难过一点 她学开车也是我爸爸叫的 学摩托车也是我爸爸叫的 她对我父亲是蛮有一份依赖的 黄妈妈心里最强悍的支柱倒下了 但好在黄西谷一路陪伴 摊子上的忙碌也成了年过八旬的黄妈妈 每天生活的动力 黄妈妈有劲地在摊头前甩着长长的面 塑形 切割 进了油锅里炸成全手工的油条 动作一气呵成 伸手简直比年轻人还俐落 配上刚出炉的烧饼 炸一闻没有强烈的香气 但却有补最纯粹的面香 在嘴里越绝越能尝出 这纯手工的樸实滋味 很多客人一吃几十年 反正从来开就常常来啊 我们在砖子里面从小长大的 都认识几十年了 就像走进自家厨房一样 自在地吃喝聊天 这里不像一般商家 反而多了些老街坊的家常味 身兼当地里长的植物 对黄溪谷而言 即使利润很少 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但这座早餐圣殿 是他的一股坚持 住在这里的 其实都是一些个 也许就是条件比较差的 他们才会住在这里 这些面孔 老面孔 我们都看了几十年了 总是希望说能够对这个地方 或是说对这些老邻居能够 尽我一点小小的心力 毕竟 这边是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总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几十年的时光转眼飞逝 但光阴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摊子上温暖的人情 就像穿越回那个美好 纯服的年代 早餐北辈的一股坚持 锁住了记忆中 外面的脂胃 在南投日月坛的周边 有家餐厅是很多在地人的最爱 因为这里有一位 在国内外厨艺比赛 横扫大奖的金牌厨师 阿红腮 他用分子料理的手法 做出独门的水晶鸡 鲜嫩的鸡肉 配上水果金球 是店里面的招牌菜 而且他还用自家酿的梅子 做出梅之鱼块 或是独门的法式炒双鲜 不少的明星还有政治人物 都很爱来品尝他的手艺 不过其实阿红腮在开店的时候 才26岁 店的位置因为比较偏远 曾经产赔了好几百万 等他用自己金牌厨师的实力 翻转逆境 日月潭是很多人心中的旅游胜地 有了人潮 自然就成为美食聚集地 在这里的大街上你可以吃得到台菜 小吃原住民料理还有热炒 可是在这里有一家餐厅非常的特别 它虽然位置有点偏远 而且还要爬一段山坡才能上去 但是很多人来到日月潭 就为了要到这家餐厅 一场金牌厨师的手艺 擦进店里 墙面上挂着满满的奖状跟奖牌 有金奖 银奖 优等奖 其中不乏许多国际举办的厨艺大赛 而且许多明星跟政治人物 都曾到此品尝盘中美味 一整串闪亮亮的奖牌 都是辉煌的战绩 这是我们厨师界最高荣耀 那个金帽厨师 很开心 前年是拿到新秀厨师 就是40岁以下才能拿的 人称阿风师的他 年纪轻轻就有着一身好手艺 所以尽管餐厅离日月潭闹区 有段距离 还是很多人吻香而来 像这道招牌必吃水晶鸡 一上桌仿佛云雾飘渺 朦胧间看见鸡肉现出圆形 用时下最潮的分子料理手法 重组出如同玻璃珠般清透的金球 多汁的去骨鸡肉搭配酸甜的金球 兼具香气跟滑嫩的口感 因为实在太经验了 讲真的白盘什么 看起来就是很好吃 我想说这种地方还有这种师傅 还有放一些那种 果汁做的分子料理 我觉得那很非常特别 那个都是在 比较高端的餐厅或饭店才有 就是会让你有一种 吃在嘴边会用惊喜感 让人惊喜的金牌大厨 其实过去对做餐饮没兴趣 阿峰师退伍后曾经在外头的餐厅 做过一两年 但真正把她推上料理之路的 其实是她的母亲 你回来了 这样没用吗 没用 这样没用 好 好 好 有人买了 有人买了 我要去职业 好 好 跟在妈妈身边帮忙 阿峰师卸下金牌厨师的傲气 显得格外温柔 在厨房里母子俩也适合做无间 可以 撕一下 没有 可以 撕一下 可以 撕一下无间 当年在母亲的坚持下 阿峰师就在妈妈的餐厅里跟着做 边做边学 慈母也化身言诗 因为她要求会不再高啊 对啊 对啊 她要求会不再高啊 所以就是事情都要做好啊 如果做不到阿姨会碰妈吗 会啊 真的啊 那阿姨你给她打几分 打80分啦 才80分啦 她是金牌厨师耶 自己留到几分 爸爸那么高不高 或许是妈妈的爽朗跟严厉 意外激发了阿峰师对料理的热情 不只做菜 她更要做创新菜 妈妈亲手腌的梅子 就成了她最爱的食材 我们现在台湾的料理真的还算蛮多元化的啦 你没有做变化 自己也变成说没有办法去 去结合客人想要吃的味道 把山泉鲁鱼块裹粉炸成金黄色 神捞到一旁 换成妈妈酿的梅子登场 梅子沸腾鱼块跟着下锅 打力翻炒 让酸香味深刻地融入鱼肉中 上桌装在透明波碗 点缀着小小的花草 光是视觉上就让人惊艳 吃进嘴里更是酸爽够味 同样让人开胃的还有这一道 满满鲜红的泡椒切得细碎 进大火沸腾的油锅里 练出香麻精华 那个一次练起来 差不多两个小时多 那两个小时多 对啊 对啊 因为不然才会黏锅啊 因为才有水分啊 分正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 对啊 手都会喷到整个都是啊 一边练剁椒 一边准备食材 用鱼池特产的香菇铺底 再放鸡腿肉 淋上满满剁椒 加进高汤上桌煮滚 就连汤汁都透着鲜红 沸腾滚着的热气 逼出辣味精华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鸡腿肉质鲜嫩Q弹 配上满满剁椒一起吃 更是刺激的让人上瘾 蛮喜欢吃辣的 那个它加那个它的调味 它好像有加那个 我们原住民的那个马杠 那个调味这样沾的时候 就蛮好吃的 每道菜都还蛮下班的 对啊 你可以八二三四晚饭 都可以这样 试一次就掉了 吃一次就掉了 菜是每次来又看不一样 摆盘也不一样 求新求变 当然要来当厂客 当老套 做起菜来很龟毛的阿风虚 不止味道要好吃 还是个外貌协会 几乎每道菜都会运用花草来摆盘 所以他索性辟了块小花园 现摘现用 这就是我们餐厅在使用的食用花 这个就是海棠 酸膜 都自己种 我们乡下地方 不断难取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都自己种 跟太太一起食花弄草 忙着里里外外赶不停 生意时常去高谱满座 但当初阿风师决定开店时 那年他才26岁 就仅仅有着一股冲动 就连资金也没有 这边租金算是比较便宜 离街上有一段距离 就都没有客人 因为有时候那时候客人如果进来的话 就很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很感动 偶尔才有客人上门 但店租还是给招付 食材卖不出去也得通通丢掉 赔掉的钱就高达好几百万 就差不多维持在三四年左右有 后来就因为就一直这样子赔钱 赔到也不敢开口跟爸爸妈妈借钱 我晚上有时候就是去我岳父岳母的店门口 卖关东煮啊 就是补贴这边的家用啊 回想起那段往事 阿风师的语气中还是带着浓浓的无奈 但人说危机就是转机 不愿放弃的阿风师在其他大厨邀请下 决定试着参加国际厨艺比赛 从没比赛过的他 就带着忐忑的心情飞向国外 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给自己的责任 比较重一点 所以我就认真的去为了一样菜 去自己训练了半年 让我得到了特金 人生第一次得到那个特金 一举夺金 让阿风师在日月潭地区打开名号 很多人专程来尝金牌厨师的手艺 餐厅生意蒸蒸日上 最巅峰时能同时做满22桌 但阿风师偏偏有钱不赚 还自己把桌数减少成10桌 因为我想要把我的质量做好 我要做我的质感不是要做那个量 那个量只是翻桌率而已 我要看的是人家的回流 我尽量以一些创意料理来迎合客人 葱蒜爆香后用胡椒跟盐等简单调味 满满一大篮的熊熙海味就进锅中热舞 鱿鱼 虾仁 小花枝 热火爆炒看起来超澎湃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秘密武器 这是法式酱 这是我自己研发 独家自己研发的酱料 这个算我们店里的也算是一道烧牌菜 独门酱料的秘方不能公开 但一上桌 在特制月亮造型的挂炉中 浓郁香气扑鼻而来 酱汁紧紧包覆着每块食材 浓浓的海味好料尝起来Q弹有劲 带点野奶的香诱人食欲 还有这道炒双丝 先把地瓜跟芋头洗去淀粉后炸得酥脆 再用椒盐跟葱蒜炒香 搭配着花生米跟地瓜片 色彩缤纷不说 爽脆的口感跟微辣滋味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几乎它每样菜出来 我们都满喜欢吃的 都会想要把它一勺回空这样吃 所以这一间也算是我们自己 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有客人来就是要带来这边 来 我也送上葡萄甘蔗 太太忙前忙后帮着送餐 这整间餐厅都靠阿风师 跟太太两个人自己做 将近二十年来都是如此 太太当年刚生完小孩 也是背着孩子到店里帮忙 从来不曾抱怨 是阿风师背后最坚强的避风港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真的是为了生活 不然谁愿意做得那么辛苦 在店里有没有 忙进忙出这样子 真的很感谢她 也谢谢她在我的身边 这样子有没有 陪伴着我给我鼓励 我才有今天的成就 回想起这些年 太太的不离不弃 强悍的阿风师也不禁红了眼眶 从没人光临的冷门餐厅 到经过多年的历练 打响名号 金牌厨师的响亮头衔 背后更多的是 坚持追梦的那股傻劲 以及家人间最真挚的陪伴 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普里在百年前 曾经是台湾中部咖啡的原乡 当时报纸记载 品质媲美进口咖啡 只是这段历史 快被世人给遗忘了 两年多前 台湾女婿坚大志 由着日本农学博士的她 特别去租了一块地 她按照百年前的方式 用自然农法来耕种 就不小心认为 这博士只会念书 根本种不出来 结果咖啡树 纪念结了不少的香甜咖啡豆 但可惜的是 被台湾的摄像猫 给吃了一大堆 仅存的咖啡豆 她用炭火烘烤 冲泡出来的咖啡 十分迷人 坚大志说 这就是百年历史的味道 最严重是 射香猫 她吃过食的时候 她这样 这样 这样 你没有听错 埔里有台湾射香猫 但你可能更不知道 埔里在百年前日治时期 更是台湾中部咖啡的原香 一讲到咖啡 中文就会自动变得很令人的 尖大志 来自日本 有着北海道大学 农学博士的高学历 为了证明百年前 埔里咖啡很好喝 她自己开始种 我的梦想是 一百年前的咖啡的味道 再一次出来 一百年的味道 清晨气脸 埔里暖和的东洋 探出头 撒在翠绿的山巒 住在山脚下的尖大志 绑着头巾 穿着日式棉衫 这是她的固定造型 准备上山去她的咖啡园 尖大志的百年咖啡梦 跟蜿蜒山路一样曲折 毕竟一位外来的日本博士 要说服在地人 说百年前埔里咖啡好喝 一开始没有人相信 但尖大志相信自己 坚持到最后梦想会实现 跟着尖大志走入这块 废哥二十多年的林地 随处可见蝴蝶飞舞蜜蜂彩蜜 丰富的生态 百年前埔里阿拉比卡铁比卡树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因为一百年前 那个福大岩树林的咖啡 是它没有自然里面装咖啡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浓法 南河咸还有猴子 有时候经过小狗 我感觉是我是淘汰 自比为陶太郎的尖大志 1998年来到埔里研究蝴蝶 乌把蚵仔尖当成大板烧 促成了台日姻缘 身为台湾女婿的她很接地气 台湾人说加水果 派熟头 谢谢第一次 北大岩树林河飞 这个很甜喔 很甜 尖大志会为普里咖啡发生 是因为很多地方都标榜是台湾咖啡原乡 但他找到官方的档案 普里早在1896年就有栽种记录 而且1931年日日新报更有大篇幅报导 普里咖啡品质非常好 这边是盆地啊 所以台湾的风险是很少 咖啡是风的印象很多 所以这边种咖啡是很好 1 2 3 4 5 谢谢 报纸上头记载 北海道大学演习林 种了40棵左右 树林超过七八年的咖啡树 不用照顾 每年枝条上都能结满 如红宝石般的果实 这上每户人家也都有种 摘下来 那么吃的话里面甜甜的这样 并不是现在喝的咖啡 当时我们可能也看过咖啡树 也摘过咖啡的果子来玩 可能我们不知道那是咖啡 由于当时候的居民不懂什么是咖啡 演习林主任市委修道士 尝试磨碎制成咖啡粉 入口轻快柔和的味道 迎过坊间进口咖啡 有些做家庭护业 产量 还有连那个 一磅多少价格都有 所以说这里是咖啡的原香 但悟患心仪 野心的咖啡树 后来都被移走了 只留下这间屋顶 有着菱形瓦片的木房子 间大致一查 原来这边是百年前 他的母校 北海道大学 在台湾的石燕林 让他觉得这是历史的呼唤 要他去种咖啡 千古独奖的咖啡是 大概是一千三百左右的高海拔 这边是十五百左右 绝对没有办法 千古比赛的独奖 可是这边是我觉得 咖啡的原香嘛 这个历史一定要接下来 百年咖啡的味道应该很迷人 因为熟门熟路的台湾摄香猫 早已截足先登 摄香猫喜欢吃这个 很甜的果实 它的尾巴是很特别的 白色 黑色 白色 黑色 所以这个是小林猫的 就这样饱 这样 这样饱吃 这样吃的饱 就这样 摄香猫不光吃咖啡豆 还会吃这种 普里日月潭附近 才有的台湾特有种 百日清的果实 与自然共存 收获不多 把珍贵仅存的咖啡豆 带下山 如果天气好 千大志会用日晒法 脱去水分 或是让咖啡豆在翁里头 用熟成的方式 咖啡喝起来会有不同风味 但坚大志最喜欢水洗烘豆 晚上常常一个人 就坐在家门口的草地上 一百年前他们不知道怎么烘 烘焙也没有吧 就沙木炭这样子 对 等待木炭沙红需要时间 它的手可没咸着 剥去果肉 留下一颗颗的咖啡神豆 要是这个粘液 如果有的话 铺好烤 起烤的咖啡豆上头 有一层滑滑的果胶层 得戴上棉手套 尽量给搓揉掉 那个里面的四四的东西拿掉 开始 我报名我爆爆爆爆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现在没有 双手不停来回摇晃 让咖啡豆在铁网里头 滑动受热均匀 但这很花时间 味道真的不一样 没有甜甜的味道 有吧 焦糖味道 对 焦糖 对 烘了快半小时 神豆外层干了 再一颗颗剥去外壳 然后继续烘烤 要把豆子的银皮给烤掉 一爆是怎么样 来 八七… 那二八呢 什么不一样 那二八呢 什么不一样 不行… 你也太高了 还有一点点好吗 有 这颜色漂亮 过来要知道自己种的咖啡 好不好喝 建大志更去烤到 国际认证的咖啡品尝 禁定吃执照 所以可以吃你的咖啡 你觉得怎么样 这边是海拔没有那么高 爽度有点不够 可是我觉得一百年前的咖啡 他们的烘焙度比较重 重烘焙的话 我觉得好喝 很香喔 香… 好吃 都很可爱 采访这天 齐老们在演习里头喝咖啡 五年前 他们来这边 举办百年咖啡节活动很热闹 但回首过程阻碍重重 还有旁人认为 百年前 普里咖啡 早已试过境迁 让不服输的坚大志 决定找地种植 那我觉得你这边的咖啡 都被鸟啊 还有剩下猫吃光了 对 你都没有东西了 对啊 今年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结果 可是明年 应该那个口识很多 大家只不忘 就这样就完了 依照百年前 不用药不施肥的耕种方式 看在很多人眼中 这位外来的博士 经济效益很低 因为我是外国人吧 有人说 那个昆虫的人 那为什么昆虫的人 种咖啡呢 他们觉得奇怪了吧 学位是环境资源的农业博士 尖大志 依然坚持自然农法 因为这两棵咖啡树 给他很大的信心 是环境资源来的 这个是台湾原生的 看一下有一点像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台湾的原生的咖啡市的话 那个地方是种咖啡 很好的地方 尖大志重的咖啡 香气活泼 入口微酸 带焦糖甜味 是好喝的咖啡 这杯咖啡 还藏着他对学长 有台湾红茶之父之称的 心井庚吉郎的敬佩 还在这里的时候 他的女儿是 副理国小 他常常来演习里喝咖啡 太平洋战后 心井庚吉郎 不接受遣返降职 继续帮助台湾红茶 但很不幸的是 他跟自己的老婆孩子一样 病死在台湾享年四十二岁 四十二岁 我这个事情知道的时候 刚好四十二岁 所以我很难过 看到学长为台湾鞠躬尽瘁 这一天尖大智 特别带了他种的咖啡 到南投渔池 心井庚吉郎的纪念杯旁 要泡一杯百年咖啡 免怀他 百年前日本人 带来阿拉比卡咖啡 在埔里落地生根 百年之后 尖大智重新种下咖啡树 他说人生下半场 要效法心井庚吉郎的精神 用生命守护狐狸 反应咖啡 所以你就觉得 你的下半辈子就在这里 对 唯独吃个姜母鸭 补补身子 可说是冬天的一大乐事 新竹有一间餐厅主打姜母鸡 老板娘李小珍呢 她选用当天现宰的温体物骨鸡 下去制作 经过熬煮肉质软嫩Q彈 而姜母鸡要好吃 这姜的好换就是关键了 她选用南投的姜 鲜维多 香气足 经过压榨之后用麻油爆香 再加入特调的中药卤包 炒到入味 最后加入五谷鸡一起熬煮 喝起来汤头甘甜又顺口 当初会有这道美食 是来自婆媳间的暖心虎洞 欢迎光临 三位吗 要做给你做 小心烫喔 有没有要从那边上过喔 今晚屋子外头冷嗦嗦 这里总是炉火齐开 暖呼呼 受不到寒意 麻油热锅 大火快炒五谷放山鸡到七分熟 再已炒过的二十几种中药材 将入为基底 倒入鸡高汤以及火锅配料 这就是新竹人气超旺的浦东盛品 今天是家母鸡 汤头很好喝 很甘甜 然后就是不会有很多 就是人工的味道 鸡的部分的话 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鲜嫩 那它的姜我觉得是有特别的处理过的 所以它的那个汤头的部分的话 会特别的顺口 虽然说有姜的味道 但是不会过分的辛辣 汤头很浓郁 然后又不会很燥热 所以平常就是只要冬天夏天 它就是可以吃 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姜味辛香 四季又或者早已鸡肠鹿肉的饕客 你没有看错 五谷放山鸡是整锅汤的主体 经过熬煮 鸡肉吃起来细嫩不干柴 喝上一口姜汤 立刻暖心又暖胃 但是要做出美味 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姜是汤头的灵魂之音 林小禅选用南投产的 两年以上的姜 纤维够多 香气十足 下锅前得先进压碎鸡两次 压出多余的姜汁 第一道的是因为它比较适合 大颗的这种姜母 它可以压得碎 再下得去 滤掉第一次的姜汁 然后等一下第二台机器的时候 它还会有姜汁 还是要把它滤掉 我们不要留姜汁 去除多余的姜汁 是为了跟中药一起炒的时候 可以完全吸收 不被吸食 压碎的老姜跟麻油一起下锅炒 这时候火候的掌控很重要 我们的家都是用手工来炒 我们没有用机器在取代 手工炒姜听起来就很累人 但李小珍说炒姜没有什么诀窍 是一场耐力赛 考验的是师傅的细心和耐心 先用纯正麻油煸炒收汁 然后再加入川穹 甘草 等二十几种药材做成的中药包 一起翻炒入味 要炒到全黑大概两个小时后 不够入味 没有味道啊 它的那个姜的味道 它没有办法融合 跟我们的鸡汤融合在一块啊 就会味道很淡 会没有姜的味道 大概炒八分熟吧 然后先毛孔开 然后我们让麻油吃进去 所以要马上倒进去 然后把汤汁收干 收到毛孔裡面 那它煮的时候 它就会跟汤融合在一块 一边跟我们聊着天 一边得随时注意锅里的姜 另外一头 还得同时炒着鸡肉 李小珍回想起 当初会有姜母鸡这个产品 是来自婆婆的甜蜜互动 那时候做叶子的时候 它不敢吃酒 听人家讲说 那个黑骨骨是在吃饱的 然后黑骨骨 下去煮这个酒 又不熟 越煮越好吃 就用这个 给它当叶子的那个吃吃 我们是第一家卖姜母鸡的 然后有它叶子 一手稀里 这鸡是从嘉义的水林来的 那因为它的鸡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要让五谷放山鸡 选择有生产履历的五谷放山鸡 每只至少要4.5公斤以上 而且不论再忙 李小珍都坚持亲自剁鸡肉 才能确定品质的好坏 鸡如果在跑的时候 也会有跌倒碰撞 像之前我婆婆她教我 认鸡肉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鸡背上面 黑黑的那个叫黑青 那个鸡可能就不能有了 我们的每一份鸡肉 一定都要吃到这个固轮 我婆婆说一定要吃这个固轮 是最好吃的部位 所以是这样进来之后 才开始认识化鸡肉 对啊 我以前连盘子 都不曾洗过耶 真的啊 对啊 我以前连端锅 我都不曾端过 镜头前剁起肌肉 俐若有劲的李小珍 笑说自己以前是查来张口 犯来伸手的大小姐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自己会走进厨房 没有想过说我会踏入餐饮业 我高中的时候办公办 是在游一场工作当开分园 然后后来也曾经当过 去Pub上班 然后去学调酒什么的 就是没有想过说 会去做吃的餐饮业 当时刚结婚做月子 需要补身体 婆婆把鸡当成烹调的主角 做成的姜母鸡 让李小珍感到惊艳 于是兴起创业的念头 这个姜就是柠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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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 我们的秘方再炒下去 所以这个香越滚越甜越香 你一定要超多小几个这样 冬天啊 他一定最少要150斤以上 李小珍说一开始 创业的想法很单纯 但没有想到琐事这么多 加上当时光光婆婆原本有在卖鸭肉面 一家人要雇两家店 常常感到心力焦脆 不管生意好或不好 这样子每天要吵架 吵到小孩就起来 我们打架 打到翻滚在地上啊 那是现在跟你们聊天啦 不然我想到那个日子我会哭 我跟我女儿说 不要去想以前鸭肉面日子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 真的很苦 很苦 生意很好也很苦 生意不好也很苦 怎么会这样子 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 回想起那段日子 心里真的很煎熬 周遭的朋友家人都不看好 加上一般人对于姜母姬很陌生 常鲜的人不多 生意惨到让李小珍 速度怀疑自己的选择 都亏钱嘛 所以就开始会怀疑啊 怀疑这个行业是能做的行业嘛 然后而且我根本就不懂 有什么都不懂 每天就打扮得很光鲜 用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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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只会看营业额啊 做多少钱啊 然后就慢慢学 我没有想到自己要去端面线啊 然后学端锅这些 寒欢迎光临这些 也没有想过 它这边有个风口 我帮你用尾板 比较快滚 谢谢你 学姐 你汤如果不够 随时都可以加汤 好 谢谢 92年 那一年 我开的时候 我甚至那天开的 那天很冷 我还记得 因为刚开幕都是同场课嘛 还有做个一两万 然后到了三四月的时候 天气不太冷的 可能一天一千块不到 可能一桌客人都没有吧 刚开店生意起起伏伏 两个月就亏了四五十万 李小贞和先生俩 挖补满 卖金式 甚至穷到要回娘家借钱度育 那时候你自己有没有 孩子有一度想要放弃自己 有 其实是有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放弃之后 我能做什么 然后我的孩子怎么办 欠妈妈的钱怎么办 那时候最多欠到多少 快两百吧 欠到快两百万 我觉得压力就是动力吧 只能这么讲 还有就是不想要被看不起 自己选择的人生 就要勇敢面对 为了争一口气 李小贞不断的研究改进 适合客人的口味 这就是最重要的原汁 那不管是我们今天卖的是 姜母鸭还是姜母鸡 我们都必须要捞这个原汁 都一定要以原汁 鸭油那些 它才会香 它是姜母鸡和姜母鸭的灵魂 经过翻炒两小时的老姜 吸收中药味道 是姜母鸡的独特基底 加上鸭肉原汁 合起来不会太呛辣 清爽温和 五谷放山鸡口感细嫩 搭配手工花枝姜 脆肠 贡丸等火锅料 让许多客人一吃就上瘾 这是鸡腑 然后都是五谷鸡的 所以看到整盘都是黑色的 那相对的就是这种是 比较不会有假的鸡腑出现 听老板来说都是限量的 就是每天买多少鸡 只有多少鸡腑这样 因为它的鸭肠 是用新鲜的鸭肠 没有发泡过药水的 所以它煮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Q弹 而且不会剁得很快 然后所以它吃起来 我觉得是有点带脆脆的口感 因为坚持品质 加上那份不认输的勇气 神怡慢慢地上了轨道 李小臣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也很感谢欧国当初的 一路相挺 你把他将女儿一样看就对了 对啊 他对我是很好啊 他对我很好 你是不是孝顺啊 他有说 如果不做善事没关系 要孝顺知道我好了 那婆婆有沒有觉得说 这个食物还不错啊 对啊 很肯做啊 我就说她就怕病啊 那做下去的时候 那真的那个 我们生意就跟以前不一样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或许人生就是要经过 无数的挑战和压力 才能释放极限 李小臣不为旁人的眼光 坚持努力不放弃 终于证明只要肯努力 一定会成功 在南投有一间老三合院的食堂 卖着古早味的台菜料理 招牌的东坡肉 肥肉入口即化 香而不腻 每周必点的还有佛跳墙 排骨和芋头炖得非常软烂 汤头浓郁清香 第二代老板陈志云 因为爸爸经营的茶厂 被倒在了上千万 从小就得跟着爸妈去市场摆摊 他们从乳肉饭开始做起来 进而卖起台菜 一家人齐心 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建议你喝一个汤 里面菜都很多 好 你先吃看看好不好 好 谢谢 来 这些月亮香 对 我都很重要 中午的用餐时间 客人陆续上门 热情的招呼声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端上桌 让这间南投的三合院 热闹得起来 真的是很好吃 金门好友来 指定要来这里 来一次就上演了 肉吃起来的嚼劲就是QQ 里面又有的软 软软软软 像我们普通的鸡软软 自然意外不能延传 讲不出来 像我们一般佛跳墙里面 会有芋头 它芋头就很软爛 可是不会整个都糊掉 然后汤头也很浓郁 东西都好像不计成本 都很好吃 我们常常来 都从台中来 这里的客人都是莫名而来 向着每桌必点的佛跳墙 汤头口感浓郁清香 丰富的配料 超有古早滋味的 排骨和芋头炖得很软爛 让人忍不住一碗接着一碗 还有这个招牌的东坡肉 肥肉入口即化 香而不腻 瘦肉软嫩入味 一夹就断 三层肉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台菜有一些部分 都是自己小时候常吃的 古早味 因为这边务浓 因为一定会自己 会酿造一些 比如说我们自己酿的酱笋 我爸爸的私房菜 菜桃笼 他就会这样子吃吃吃 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很棒 可能或许在一般的都市里面 他们比较少吃得到 我都觉得他们可以来试试看 这有架杠的狗杂笼 可是每一个地区 他们都有代表性的 不一样的狗杂笼 我觉得它不能流失掉 不能失传 所以就把它 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 来我现在开的这家餐店 不只是台菜料理 这盘聚集了十几种蔬果的沙拉 丰富的视觉饗宴 就让你不知从何动手 美味的幕后推手就是她 陈志云 她说开餐厅第一个条件 就是食材一定要新鲜 客人点了当天才做 而且食材几乎都是自家生产 我们这边的火融果 是 我非常可以大声地讲 它真的是有机 因为我们没有煞 很明显的 这已经被鸟偷袭了 那我们直接拿这个来煮沙 我们现在来摘野浆花 那这个野浆花是台湾特有 其实应该是说原生种 因为一般你们看到野浆花 都是白色的嘛 那我们就 这是我自己种了 自家的花园里 种着当季的蔬果 陈志云喜欢美的饰物 就连水果摆盘配色都很要求 凤梨 无花果 秋葵 香槟葡萄 奇异果 野浆花 十几种搭在一起 酸酸甜甜碰撞出美妙的滋味 就像他们一家人 一起经历的人生旅程 这道是长辣椒的 这道是运动的造牌 我们的陆柜同桌下 它很搞缸吗 很搞缸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从市 当然是从市场买回来 第一个要新鲜的问题是 然后跟买回来 要鲜鲜干净之后 然后再做菜它的动作 等一下它要过水 它要过火水 所谓的过火水就是水 它要一直开始让它煸 醬汁肉才会保持开 然后在这部分它开始煸 冬破肉不柴又Q的关键 在于过两次的火水 才能保有Q度 不用中药乳包调制 只有简单的酱油香 传统的古早味 就是妈妈的味道 这道富贵东坡香 是妈妈谢月美的拿手家常菜 她开玩笑地说 当初是害怕种田 所以躲进厨房 二十多年前 丈夫经营茶厂 投资失败 一夕之间 人生就像跌到了谷底 当时因为被朋友背叛 陈宝卿负债几千万 生活陷入了困境 三餐都成了问题 好不然那年刚好很辛苦 又没钱 他吃孙子 伴孙子 我没钱 我就来说 我回来去捐冰 去妈妈捐一捐 捐一捐一捐一捐钱 回来逛逛 那种没钱已经练得 不能说了 因为欠人家钱嘛 相对的一定有黑道来讨债 我虽然不知道 可是那天是晚上 然后爸爸就突然躲在后家人 我们家里的后院 然后整个神志不清啊 我们仪式就是好像 喝了农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觉得 整个家里的气氛 非常的低迷 不知道怎么这样子 再走下一步 不知道怎么去走 陈志云当时才国中二年级 黑道讨债 邻居拉布条抗议 一幕幕都让他记忆犹新 为了维持家计 爸爸妈妈先在市场摆摊 卖咸猪肉 这样才能年抢虎口度日 后来隔壁小滩 愿意承受家传六代的滷肉饭厨艺 他们才在南投以及彰化北斗 卖了二十多年的滷肉饭 这一路上 除了有家人的支持 还有贵人相助 才能走过低潮 但是落叶总要归根 于是一家人决定回南投三合院老家 转型开台菜料理餐厅 回到南投 陈宝清开始学习养鸡 了解鸡的特性 从零开始摸索 是我们以前的蒸鸡 这种鸡 这种鸡鸡 这种鸡鸡 吃起来比较Q 比较Q 比较Q的鸡鸡 所以我就酸鸡 这种鸡鸡鸡 自家养了土鸡 吃起来也特别的安心 陈志云还结合 南投在地的特产 开发创意料理 这道菜的名称叫养生茶油酱香 不明之一它可是特别养生 那所谓的茶油用在地 这边是茶香 南投民街巷是茶香 采用当地的茶油下去做料理 那要特别是因为我们茶油 千万是不能做高温去做油炸 或是放不住 它只能在其锅的时候 去做一个香味的提升 以红烧的方式 利用中火去味道收汁 类似三杯鸡的做法 加点茶油逼出香气 鸡肉吃起来很有嚼劲 带有淡淡的茶油香气 是非常下饭的磁房菜 还有这道创意客制月亮虾饼 也是店里的超人气 这个是泰桥鸡 它这个是主要的这个 整个虾饼的最佳的黏着器 那一般我们外面的虾子 它们会打成泥状 可是我们是坚持不打理 新鲜自己先剥的虾子 然后我们会把它切成 稍微有点块状 这里的月亮虾饼 内馅非常的丰富 有虾子 猪绞肉 蝦姜 鱼姜 花枝等 还加了芹菜跟香菜提香味 增加口感层次 另外要让虾饼酥脆 还有非常重要的关键 月亮虾饼啊 为什么要经过两次的这个 油香 它吃过要经过两次 我们第一个是要用东西温 油温 先做地形 先做地形自己 让它慢慢清空 之后呢 我们再用高温 高温油炸的东西 主要是让它一种 逼出来 它才生一个酥脆的口感 让客人吃起来 比较温和油炸 口感相当多层次 里面吃得到那个鲜鲜味 然后那个它外面煎得很脆 然后吃起来就是吃了一口 还想继续再吃 好吃 让大家说好吃 讚 它的菜是很好吃 餐上的月亮虾饼啊 非常的蒸菜实料 刚刚你看到我们一上桌 就全部都吃完了 然后这边的用餐环境很好 如果你想要带小朋友来的话 吃完饭 可以到外面的草地遛小孩 然后这边还有泡茶的区域 对 很棒 尽管人生的道路上有风有雨 但只要一家人齐心 就可以克服困难 三合院里的美食 除了有亲情 恩情 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 在南投竹山呢 藏着一个百花争宴的 秘密花园餐厅喔 里面种满了上百株各色的九重蛤 让人眼花缭乱 老板黄炳黄呢 过去做山坡地的整建 人生到了六十岁才转行做起餐饮 还用自家饲养的放山鸡和活鱼 端出一道道的好料 像是香气浓郁的苦茶油肌 外酥内软的严肃鱼块 还有竹山必吃的古早味笋仔矿肉 让很多人一吃就上瘾 从大马路绕进来 在这里就有一个像是秘密花园一样的秘境餐厅 那这里盛开了非常多的九重蛤 就像这个一样它开花的时候呢 上面是几乎完全看不到绿叶的 非常的漂亮 那在整个园区里面 就大约有超过上百株的九重蛤 而且因为有六到七种不同的品种 所以开花的时候真的是珍奇斗艳 那再加上因为这边 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是很多当地人的私房景点 我就一直想那要种什么花 我现在想櫻花梅花十来天就没了 九少年有八九个月 它的果栗九月一直开 开到各年的午夜 它的花期有八九个月 所以很漂亮 所以我就去找这个花出来再种 就是每一棵都是我种的 这片梦幻花园不只花香吸引人 亲手种下每一棵树的黄冰黄 还有一身好厨艺 饭菜香更是让人流口水 来 这是本店的第一名苦茶油机 这是粉下饭的 你在家裡煮一碗饭 来这边一定要两碗的 各位先品尝看看 上桌的苦茶油机表面油亮 透着焦糖般的色泽 一口咬下先能感受肉质坦而不柴 浓郁的调味的确让人想配上好几碗饭 苦茶油香气则带出更丰富的层次感 那个肉香就是苦茶油入味道 入鸡肉的香气里面 那非常棒 而且它的苦茶油是纯正的 我吃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蓝头县最好的苦茶油机 其实苦茶油本身就是有口口 可是它就是 它就是比较算是那个台式 就比较不一样一般的苦茶鸡 它们是有比较有妈妈的味道 它们这边的鸡是因为自己养的 那么老板很用心 雨衣光亮 活力充沛的鸡汁 在树林间游游地漫步 黄炳黄的大哥负责养鸡 他就像传统阿嬷一样 让鸡自由运动 养出更Q弹的肉质 它的前名叫古早土鸡 古早土鸡就是我们乡西亚人之前养的鸡 现在这个市面上很少了 这种鸡 因为它比较小 换肉力不好 如果你要养来做生意的话 比较不符合投资效益 所以通常这个鸡是 它是好吃 但是人家营业用人家很少用 为了让鸡头好壮壮 大哥还亲手搭起了一座温室 在这里曝晒姜片跟姜黄 特调独家饲料 就是在这边曝晒好了以后 这样一整包 再拿去给人家磨成粉 拿回来放在饲料节给鸡 给他吃 他就不会感冒 在温度超过40度以上的温室里 忙个不停 养鸡十几年很有心得的大哥 用玉米 姜黄粉 酒酿 跟凤梨酵素 帮鸡设计特调大餐 胖嘟嘟的鸡就是餐厅 最新鲜的食材 我们这个鸡是苦 这个鸡是那个古早鸡 它这个五个月以上的鸡 它稍微炒起来的比较好吃 比较有矫劲 要小火 慢慢的炒 加进大把的葱跟辣热火爆炒 正正浓郁的香气重向鼻尖 但其实过去的黄炳黄 开这间餐厅前 可是从没拿过锅铲 以前完全不会啊 是我老婆教的啊 对啊 老婆是我叔父啊 如果她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就炒这道菜 在老婆大人的调教下 黄炳黄成了驾驶十足的大厨 但过去的她是做山坡地枕建的工作 在921大地震后 她买下这一片荒地 自己开着怪手 一砖一瓦的枕建 从零开始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之后她跟大哥灵机一动 想着不如就自家人 一起来做餐饮 你在这里可以加上很多的朋友 这也不错啊 谢谢啦 不然我还是相信的 我快六十了 才转行 但是呢 这个 其实人啊 不一定 说几岁几岁 你可以动的时候你就要做 全家没人做过餐饮业 只有太太会煮些加成菜 当时决定开餐厅 身边的朋友都纷纷劝退她 每个人都会做 都说我这样 说你放心 我自己做的 我做的你看 我们鸡鱼自己养的 一定好吃的啊 网子一捞 活跳跳的鱼声猛有劲 黄炳黄跟朋友一起合作 养台湾鸟跟鲶鱼 平均都要养三个月以上 才能有最佳的肉质 这个是三千岁 养的鱼 它比较甜 一定要养到三斤左右 三斤左右啊 它的肉就比较厚 它就有Q感 有口感 所以比较好吃 成熟的鱼 就移到店门口的水池 客人现点 他就马上捞鱼处理 先捞了 先沙的 对啊 这样才好吃 刚载好的台湾鸟刮去鱼鳞 把鱼肚内清得干干净净 切成小块状 用米酒出去腥味 可是这个调味 其實都是你家的 對啊 食材好 其實甜味要不要太多 它就很好吃了 這胡椒耶 調好後 讓鱼肉慢慢入味 就裹上一層薄薄的太白粉 下鍋油炸 一百八十度左右吧 那你炸這個你要靠你的經驗 像這個顏色呢 差不多快好了 你看你看這麼漂亮 金黃這樣 對啊… 起鍋後的炸魚塊 加些蔥 蒜 辣椒 增甜香氣 色彩繽紛 光使用看的 就讓人食欲大開 入口外酥內嫩 細細咀嚼更能嘗得到 肉質的Q彈鮮甜 那就是外酥內容 對 煮個就覺得很特別 外面都 從來都沒有吃過的 那口味 新鮮度超棒的 因為它是現活的 價位實在東西新鮮 那都不吃了喔 肉酥呢 我在家 每到用餐時間 廚房裡忙得像個戰場 自家人一起工作 默契自然不在話下 不過當年剛開幕時 那可也是一陣手忙腳亂的 震撼教育 一下如果客人多的話 就很忙了 有的客人等半個小時 他會生氣啊 他肚子很餓啊 怎麼不上菜 就是做不出來啊 初次接觸餐飲業 流程不熟悉 不只外場被客人罵 點的菜趕不出來 廚房裡自家人也難免急起來 動了火氣 大小摩擦也是少不了 因為剛開始 主家家裡人嘛 混亂啊 一定會大聲一點嘛 老婆也小聲一點就好了 對不對 老婆大聲我小聲一點啊 不然一定會起衝突 水裡來火裡去的日子 靠著夫妻哲學各退一步 不論什麼情況下 黃炳黃都提醒自己 要笑著面對 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 全家人抓住訣竅 客人再多也難不倒他們 好手藝靠著口耳相傳 讓越來越多人聞香而來 專屬竹山祕境的好滋味 更是不容錯過 這是我們的竹山的特產 這是筍桿 這個是有太陽照過的筍桿 比較好吃 它有比較天然的香氣 麻竹筍經過日光日 化身金黃筍桿 要吃的時候 必須先在水裡泡過兩三天 再用手勁慢慢揉捏 之後滷過三小時入味 就淋下鍋加蒜其香 這個筍桿喔 外面的人啊 弄起來不好吃啊 他也不會弄 現在的人他不會弄 他是比較沟渣 對啊 以前我們三里都是吃這個啊 炒好的筍桿秤底 再放上一大塊 用溫體豬乳的三層肉焢肉 肥而不膩 入口即化的肉 配上濃濃筍筍香 在嘴裡交織成最懷念的古早味 它的焢肉也是很道地 像以前小時候我媽媽 大鍋焢出來 那種油而不膩 非常好吃 這個竹山的特產這個烘肉 還有加筍絲 這個都很古早味的味道 如同兒時記憶中的好味道 讓隱秘的花園祕境熱鬧了起來 但黃炳黃還是整天閒不下來 內場外場奸著跑 不時還要到戶外 修剪他心愛的花草樹木 他忙得就像個停不下來的陀螺 對 我捨不下來 你叫我一直在坐那裡 我坐不下去 我就會亂走 亂走 走一走這樣 就像火族一樣 一家人能在一起 你要感恩 你一定做就很不錯了 你不要欲望太高就好了 我們就平平生生 來走完一生 那就很快樂了 回歸山林 回歸初心 黃米黃在六十歲人生大轉彎 靠著自己的一雙手 帶領全家人一起 打造出最美麗的米米花園 玻璃小鎮上有一家 可說是傳奇湯圓店 平日假日人潮就不斷 遇到冬日年節 搶買湯圓的盛況更是熱鬧 老本娘蘇碧唇堅持手工製作湯圓 從外皮到內餡都是真柴實料 鮮肉大湯圓皮Q餡香 而彩色大湯圓則是吸睛美味 還有七色的小湯圓 再搭配桂圓紅棗木耳湯頭 更是療癒 小鎮美味傳千禮 就連郭董 郭台銘都喜歡 這很多人回憶中的圓滿滋味 包進多少人生故事呢 都知道了大家就要吃湯圓 又被挑起一個旋風出來 台北 是啊 我剛剛吃還滿多的 我吃了鹹湯圓 軟Q軟Q的 它那個肉餡是知道 是很新鮮的餡這樣子 那個高湯就是搭配得剛剛好 不會太鹹這樣 客人散不絕口 只用餐時間想掌控味都很難的美味 就在埔里小鎮上 離百年媽祖廟不遠處 本店招牌賣的就是湯圓 不論是北跑跑又迷迷的 鮮肉大湯圓 還是走彩色視覺療癒系的 彩色湯圓 或是大豬小豬落一盤的小湯圓 Q彈口感 綿密內餡 紅板價格超親民 總是吸引大批老饕前來朝聖 來 謝謝 謝謝 兩碗都要發生的就好 有人知道都吃飯 不快不能用餐 在櫃檯忙著招呼客人的 就是老闆娘蔡壁純 面對總是排隊的盛況 態度要親切 動作要快 這下湯圓的手也沒停過 鮮肉的湯餅是什麼 就是大骨 干貝 還有干貝喔 你看 甜香 干貝絲啊 這樣才會香啊 才會甜 自然甜 你看都是干貝絲絲 不惜成本用蝦子 干貝去熬煮高湯 熬到沉思精華進入湯頭裡 讓人百合不厭 而手工包的大湯圓 吃起來鹹香四溢 餡料和麵皮 堪稱完美的黃金比例 一口咬下直多疲軟 滿滿幸福感 這也是蔡壁純想要給客人的回饋 對 幸福感 每次來人買湯都笑嘻嘻的耶 我要買紅白的 因為我要嫉妒的兒子 就笑嘻嘻的 每一個人 我要入廚 我說我要拜拜 我要精神 老一輩的啊 她邊吃邊哭啊 她說我說妳哭什麼 想著我媽媽 我媽媽以前都會做這個給我吃 這次沒辦法了 新婦外做也不會做 大顆的包心 她一直要吃七八顆耶 客人的滿足是蔡壁純最大的動力 而提到這在葡萊小鎮的人氣湯圓店 生意好的盛況 連老闆娘自己都很驚訝 冬至到了 元宵到了 這個雞又被挑起來了 很可怕耶 很可怕耶 當時剛開始喔 整天整夜都一直在包 大家像搶的一樣搶的 真的是搶的 那我都不能不敢想像 不堪回首 我的關心是妳等 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辦法 我堅持這樣 要先煮 妳等 但是妳在等的當下 妳吃到的東西 妳要有感覺說值得 客人要吃湯圓最久 只等下一個小時 這要等的美味當然要值得 從一個退休老師 變成了老闆娘 蔡壁淳堅持自己做湯圓 這和成長背景很有關係 我媽媽以前小時候就是 我們就是拿手要弄過 我們要不能弄海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最拿手的拿來做 就這麼簡單 結果一做下去就 人家接受度很高 因為市面上找到吃湯圓很少 沒有做過聲音 我看客人來吃 等一下給我打包兩碗 等一下給我打包三碗 我就知道說他們能接受了 鮮肉湯圓的餡料的部分 我們是有那個 我們豬後腿肉的一個絞肉 那都是溫體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豬油跟我們的後腿的 這個肉的部分 我們都是一比一的一個部分 下去做內餡的一個搭配 加入豬油讓肉餡更滑嫩 增加口感 攪拌均勻後放入新香料 看似簡單 秘訣就是新鮮實在 東西就會好吃 所放下去的一些原料 都是比較屬於天然性的 所以這一些就是非常有 古早味的一個香氣出來 因為爸爸媽媽都有一些年紀了 那你這一些都比較粗重 粗重的一個狀況 那體力上面他們也負荷不了 所以我勢必就得放棄一個工作 回來幫忙家裡 後廠的補給全部交給了兒子蘇洋志 從小看到大的工作 對他來說一點點不陌生 餡料到外皮都不假他人之手 真材實料一目兩然 那我們這一些 我們都是從我們的這個 湯圓的皮開始製作的流程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原糯米 這個是要經過兩年的時間 就是要用老的原糯米 才能去做製作 因為它老的話 它的年性會更足 它的水分會更少 我們都純粹都是用米 下去做製作的這個外皮的部分 那一般這個洗米差不多是十分鐘 7號的米要浸泡兩個小時左右 再進行磨米動作 面對每天至少要處理好幾十斤的米 洗 泡 磨 反覆不停的工作 都是為了製作Q彈的湯圓外皮 而米的重量和數量使明年增加 當初媽媽一個無心插流的想法 進成了小鎮的傳奇湯圓店 我是無打無壯啊 就小兵力大功 小時候我們的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會媽媽都會去製作這些湯圓 我們小時候都會一起幫忙 一起搓湯圓 這個是童年的樂趣 就是這個味道 那我們這個就是龜伯 那我們龜伯 我們就是適量的去加到米麵去 讓它去攪拌成團 都是用最傳統的方法來做湯圓 即使量再大 母子倆還是堅持手工包 包進的不只是客人的旗派 也是屬於兩代的核食記憶 這個土土的那邊 對 不能在裡面 裡面會煮不熟 很多冬至的媽媽 阿嬤 都會買一些這個 給小朋友搓湯圓 因為靠近這個冬至 其實我都是早上七點工作 到晚上 有時候到晚上一兩點才回到家 把湯圓變成平平美食 越到年節時更為忙碌 財壁淳一路以來 遇到的貴人很多 連郭董也愛吃他做的湯圓 郭董來吃了以後 他很低調 他當時都很低調 他叫我說 我煮了兩三百湯圓過去 我跟郭董講說 那時候剛好也發生很多事情 我說給你改一改運 這個湯圓你會改運 那時候最頂峰 人家會買單 會來看 會來吃 但是你要品質夠好 才會持續 要不然你會昙花一現 有了迷人加持 讓小店生意到達了巔峰 看似風光的背後 其實是每天勞心勞力的備料 工序繁複的除了 鮮肉大湯圓外 一顆顆精彩小湯圓 也是要從打外皮 加入各種天然的粉料 綠色是抹茶 紅色是紅麴 藍色蝶豆花 黃色薑黃 黑色竹炭 還有原味芋頭 七種顏色 加入桂圓紅棗白沫去熬煮 熱得冰的都很明人 這一鍋香道門口的肉燥 當初只是菜壁純煮給員工吃的家常味 沒想到客人聞香也想要品嘗看看 盡一事成主顧 這湯就是我們的靈魂人物肉燥 很多的東西靠這個麵 飯 米粉湯 這個是很經典的一個肉燥 我們先把它汆燙過了以後 洗乾淨的時候先炒皮 皮把它炒到出油 出焦 油 大致上撈掉 那個油不要 再把瘦肉放進去 台語講的 把它炒得香就對了 整鍋肉燥經過翻炒熬煮 整整要三小時起跳 讓肉質完全入味 店裡的肉燥飯成了另一個招牌 香濃膠質不肥膩 自然而成的食材箱 一路走來 蔡壁純用真材實料留住客人 即使現在有了第二代接手 他一樣閒不住 忙碌穿梭 只會把品質補到最好 芝麻 芝麻粉在外面 這個是紅麴 紅豆 裡面是紅豆 紫米裡面是芋頭 用外皮去分 甜餡口味的湯圓 是冬天的療癒盛品 不同外皮包著不同的內餡 爆漿的芝麻花生入口即化 甜而不膩 來店裡吃的客人 常常是冷熱通吃 鹹的甜的都要來上一碗 喜慶的一樣 讓大家吃的是笑口常開 我們也沒有很刻意 就是你一步一腳印的過來的話 你不要忘了初衷 店裡的照火 從早上7點開始燃起 就持續燒著 不只是滾動出湯圓的可愛 翻炒出肉燥香 也是為了一鍋獨門火紅辣椒 而熱起來 當然我是挑台灣省最好的辣椒 他說苗栗有時候很好 但是苗栗產期過了以後 就往南一直找 加米酒 冰糖 豆瓣醬 以前一斤炒 兩斤炒 炒到變這麼50斤一次50斤 蔡壁淳口中常掛著的 食材不能省 品質要顧 這絕非口號 他不怕麻煩 只怕東西做不好 如同客人不怕等 因為美味 值得等待 我很感恩 老天真的對我很好 他給我 我隨便這樣信手你來做一樣東西 人家說 看不出我會做這個東西 看似一帆風順的背後 有別人看不到的踏實復出 菜壁純湯圓溫暖了 每一個客人的嘴裡心裡 在埔里小鎮的每個平凡日子 都能圓圓滿滿 過一間餐廳 老闆不只會做菜 還會邊說這一道菜 的歷史嗎 在南投中心新村 就有這麼一間特別的小店 把在地各家媽媽飯的秋樓菜 變成桌上誘人垂涎的佳肴 有些還是流傳好幾年的名菜 像是慈禧太后愛吃的賽螃蟹 用的是魚肉 不過味道卻完全不輸給真的螃蟹肉 另外廣東順德傳來的釀魚 裡面完全找不到一個 魚刺有孝子魚的稱號 在地私處陳武強 用心做出一道道佳肴 讓這裡成為了傳承老味道的神輔菜 邊聽故事邊品嘗 讓上門的陶客充滿感動 歡迎歡迎 歡迎 今天用餐了 歡迎 歡迎 請進 一進門口就可以感受 老闆陳武強的熱情 這家位在南投中心新村 由老房社變身的無菜單料理店 風格獨樹一致 裡面很多的一些老舊的電視啊 Ladio啊 都是一些朋友啦 主動問我說 武強你店裡要不要放嗎 我送你一個電視機 反正就變成我們店裡面的特色了 老房子飄散出來的精緻老味道 外頭吃不到 自然吸引顧客 莫名而來 乾杯 其實私處料理 這幾年非常的流行 讓我們就是吃的時候 能夠有 一群人一起聚餐 可是我們又有 好朋友觀聚的氛圍 為了營造像在家吃飯一樣 陳武強夫妻倆 一天只接待一組客人 預約集包場 兩半魚手 擺盤也是有講究的 豐富的蔬菜配料 是兩廣地區常見的家常棉菜 象徵堆得越高 浴室就越好 陳武強讓客人親自體驗 下面有花生 代表落地生花子孫滿堂 紫洋蔥 代表紫氣東來富貴吉祥 紅色的像番茄 紅蘿瓜 那當然就代表好彩頭 特別的是 這裡的每一道菜都有典故 塞螃蟹這道菜的話 當時是因為慈禧太后想吃螃蟹 她就交代玉廚去準備 當時北方不是螃蟹的季節 那從南方運螃蟹上北方的話 又來不及 玉廚就發揮她的創意 想到一個方法 就用白色的魚肉 來取代螃蟹肉 後來慈禧太后吃了以後 她覺得說 這個比她原來吃的螃蟹還好吃 所以她就給她一個名稱 叫曬螃蟹 對 上面的紅蘿蔔 紅蘿蔔黃酒還有嗎 你要照做法的話就是 紅蘿蔔切碎 然後你用一點點油 然後炒一點點鹹蛋黃 親切跟客人互動 聽陳武強說話就像是一門藝術 她個性樸實愛做菜 更愛講故事 從歷史典故說到做法 客人邊聽故事邊品嘗 變得更有滋味 用餐過程讓人充滿驚喜 像這道賽螃蟹 得先將魚肉蒸熟後壓碎 氣嫩的魚肉經過蛋白的滋潤 再加上牛奶跟魚膏湯 多了香氣跟海味 口感又細又滑 再搭配用蛋黃 紅蘿蔔炒出的蟹黃 光這道菜做工就相當反覆 還有這道清蒸釀魚 它有一整隻鱸魚 只完整保留魚頭 魚尾跟中間的魚皮 中間的魚肉跟魚骨頭得提出來 魚肉的部分再加上一些辛香料 我們裡面其實用的 就是它原本的魚肉 只是說我們裡面加了一些 蔥 薑 還有為了滑口 所以說有剁了一些 豬的肥肉進去 然後讓這條魚的部分的話 保有它魚肉本來的鮮甜味 調味以後再塞回魚肚子裡 接著悶熟定型 神奇的是 外觀看起來 又像是完完整整的一條魚 這做法光是聽到就覺得累 但用心又費工的釀魚 口感也獨特 相傳這道菜是廣東順德的地方菜肴 當地有個孝子 為了讓爸爸能吃魚 想出一個辦法 把魚骨頭都剃掉 再把魚肉重組回去 讓爸爸能品嘗 所以這道菜還有個名稱 叫做孝子瑜 吃魚乾脆 快做老闆 真的 謝謝 師傅加了絞肉 然後還有蔬菜在裡面 所以就已經去掉魚原本的味道 它吃起來非常的可口 尤其我年紀很大 最近很少吃魚就怕魚骨頭 那這一道我其實幾歲了 很適合我吃 那一吃到就是 感覺那味道越嚼越香 後來我吃的時候才知道 為什麼一天只能借待一組客人 因為那個師傅都是那個手工菜 像那個豆腐羹 它豆腐切得很薄 然後像那個我們小女生的指甲一樣 真的 我們那一碗豆腐羹裡面 就有三四百片的豆腐 太厲害了 很驚豔 每道菜都讓客人讚嘆不已 更吃得出用心 陳武強不嫌麻煩 因為裡頭有著他的堅持 功夫菜就是這樣子 它迷人的地方就是探飛工 都有很迷人的一些背後的故事 讓這種老味道跟這樣的飲食文化 能夠一直不斷的流傳 為了讓食客能夠記住這些菜 他費了很多功夫 等於是用時間換來的菜 就像是一門哲學 一道菜如果有豐富的故事 在裡面的話 你吃過你永遠都不會忘記它 除了味道以外 對 你講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那個味道 就自己就浮現起來了 他把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轉化為全城的使命 我本身就是在中英村長大的小孩 對 當然在情感面上來講的話 我對這個地方 當然是有非常人厚的情感 另外一方面呢 中英村以前是神父所在地 裡面的工作的同仁神父員工 都是來自各個省份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飲食文化 就變得非常豐富 我們既然想要去保留住這些 這樣的一個飲食文化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定要在在地 這個地方來做 才有它的意義存在 陳五強的料理也代表 中興新村獨有的家鄉味 但十年前他還只是個 不會進廚房的科技公司高層 因為我父親中風了以後 我就辭掉工作回來家鄉 去挑我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來做 所以就從五十歲開始去學料理 把乙籍陣道都考下來 我就跑到噴輪教室 去當噴輪老師 不只有天父 他觀察力也驚人 運用專程將食材精準濫化 一點一滴累積精湛廚藝 上這道山東燒雞 將雞肉醃漬後 再經過酥炸蒸煮 最後手工剝成器絲 搭配清爽小黃瓜 吃起來酸甜開胃滋味迷人 還有這道俘乳扣肉 滑嫩的膠脂肉塊香甜味美 得花上十五個小時以上 蒸煮炸煙再切片 每個細節都是不能省掉的功夫 它是一道廣西菜 它叫做俘乳扣肉 那簡稱叫做俘乳肉 它的諧音就是俘乳獸 將各路媽媽們的拿手菜 變成桌上一道道美味佳肴 是他跟村裡媽媽們努力 勤力而來的功夫 店面休息之餘 也會到關懷據點 當志工做菜給長輩們吃 妳這麼快就吃完了 妳的飯呢 反代者裡 反代者裡 妳的重慶菜除了夾鯊肉以外 還有馬婆豆腐 穿比較出名的夾鯊肉 就是穿了 已經穿了兩千多年了 向媽媽們請教 是他習以為常的日常 每一次與客人的相聚 更是他辛苦付出後的活力全員 每一次看到客人 很開心地把這些菜要吃完 然後很開心地 就邊走還在邊講說 剛才吃了哪一道菜怎麼樣 那個道菜好棒 那個東西怎麼會跟那個 哪一個皇帝有關呢 他們還會邊走邊講這些故事 這個是讓我最開心的理由 他的解釋典故 手法 還有根據怎麼來的 讓我真的七幾歲 其實長了新很多知識 不僅實力滿足 知識上也得到滿足 讓客人歡聚一堂 又能帶著滿滿收穫 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也感謝太太 一路陪著他守著這家店 沒有他的幫忙 我是根本不可能一個人做的 他是我最大最大的 自助跟幫手 對 如果沒有他的支持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 即便只有夫妻倆在做 但一道道功夫菜 征服桃口味蕾 平時價格就能長遍大江南北 這就是我的故鄉 希望能夠對這個地方的 文化的保存 能夠有一個貢獻 能做多少我不知道 但盡量做 讓有醫院學習的人 有地方可以學習 讓這些菜肴的生命 能夠一直不斷地流傳下去 算是永續吧 透過蔡瑤 表達對這塊土地的情感 陳武強用心傳承 每一口都是滿滿感動